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python教学当中来 这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讲到关于多线程的一个学习 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提到多线程当中的lock,也就是它的锁 锁的用法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线程呢 你想第一个线程先处理完这一批数据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拿去第二个线程处理的话 你可能会要用到一个锁的功能 我锁住第一个线程,等它处理完 然后我再开始第二个线程 那这个就是lock的当中的要运用的东西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要对一个shared memory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共享的内存进行加工处理的时候才会用到 那我们先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input threading 然后有两个job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要定义两个线程 第一个线程做第一个job 第二个线程做第二个job 然后它们分别开始 然后再join到一起 我们先定义一个shared memory 就是共享内存 这一个是a等于0 就是一个global variable 就是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我们这里就打了 我们定义一下a global 我们要用到的a global是 global的那个全局变量 然后这个的话是4i in range 10 a加等于1 这样这是第一个job要做的工作 然后print job1 然后把a的值输出一下 然后把a的值输出一下 那第二个job呢也定义一下global1 globala 4i in range也是10 但是这个呢我们就a加等于10好了 跟它做不一样的东西 print job2 然后把a的值print出来 如果我们不加任何的处理呢 开始运行这一个线 两个线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是 这两个线程它会同时的进行 然后呢drop1drop2它还打印的会比较乱 这边它1 1的话呢 1就是 1和1是1 它应该是1和1是1 这边是1 1和 哎哟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打印的 反正这边打印的会比较乱 那如果我想让它变成 它先把job1的所有的job1都print出来 然后再开始job2呢 那我们就会需要用到这个lock lock呢 它也是在threading当中的一个object lock等于threading.lock 注意它要大写 这个threading是小写 然后我要把lock也定义成全局全局变量 lock 怎么用lock呢 就是每每个job的那个地方呢 我要锁住的那一个呃那个那个程序的话呢 我就是要用到lock.acquire 这就是我要开始lock它 然后呢 结束它的运算以后呢 我再lock.release 就是结束lock 打开这一个锁 那中间这一大堆的呃代码呢 就是说你 你在运行这一个lock的时候呢 job2它是不会接触到你的job1的这一个 这一块的程序 那同样这边呢 我也用到lock.acquire lock.release 那就是说它们两个现在开始运行的时候呢 互相不会影响 你看这边 它job1 一个一个全部print出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for循环全部用完了以后 然后才开始运行job2的这一个东西 20 30 40 40 这样子来运算 因为它首先是10 所以就变成了10加10 20加10 30加14 那这样就是一个lock的运用 所以说呢 你要如果要把它lock住的话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在它这一堆代码之前 lock acquire一下 然后代码结束以后 lock release 然后呢 它这个shield memory 以后就可以 它就可以共享给别人去进行继续的加载了 那这就是lock的功能 这一次的教程呢也是关于多线程的最后一节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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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